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招心漫談今天又來跟大家分享捲村菜 我們常說啊 豆製品是窮人的好朋友 包含了豆漿、豆花、豆腐、豆干、豆皮 營養豐富而且價錢便宜 我們小時候常常在捲村裡面吃到各種各式各樣的滷豆腐 今天我要介紹一種特別好吃 可以當零嘴也可以拿來下飯的 小小黑黑的甜甜的滷豆乾 這是我們一個好朋友妮娜 她拿來分享給我們吃 我們也拜託了她很久 她把那個配方分享給我們 我們今天來第一次試做 我的小孩特別喜歡吃 今天我們第一次試做 希望錄下來也分享給大家 因為實在太簡單了 來靠近一點 我們把材料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買了兩斤的五香豆乾 好那材料就是半碗油 半碗醬油 半碗糖 然後三顆化莓 一顆半的或者兩顆的那個八角 兩三片的甘草 再加上這個乾辣椒 這乾辣椒是看就知道了 這是我們家自己種自己曬的 就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現在開始第一個步驟 就是把我們在市場買來的這個五香豆乾 把它切成四小塊 有沒有 一開始 對 這就是我們在市場 或者是在那個 大溪豆乾店裡面吃到的大小 我們就快切完了 老婆 你喜不喜歡吃豆乾啊 喜歡 你喜歡吃什麼口味的豆乾 我喜歡吃鹹的 就是那個有點類似煸過以後再去燒的 豆乾 比較入味 那下飯很好 很像客家小炒那種豆乾 今天我們做的會是比較香甜口的 但為你試試看 搞不好你也會特別喜歡 好我們現在豆乾 兩斤的豆乾全部切好 我們就準備上鍋了 我們就把油給加進去 半碗的沙拉油 如果你有那個大豆油 或者是花生油 都不錯 都可以有 現在油稍微熱了 我們就把這個 豆乾啊 慢慢加進去 讓它稍微乾煸一下 如果怕它 噴的話要小心一點點 煸一下一下 很快啊 很快啊 我們接著就下醬油了 然後下沙糖 它的分量很好吃 就是半碗 都比例完全這樣 一比一比一 對 我們現在把火關小了 有那麼大的火 到開了就可以 對,改天火 對,關火 接下來我們就一個一個加進來 花梅 八角 乾草 好 這有一個小地方 就要注意一下 你看我們自己曬的辣椒乾 一定要把它剝開 把這個畢頭拔掉 這辣椒其實不辣 它就是有一個辣椒的香氣 但是不太辣 無辣不歡 不管辣不辣 不加這種覺得怪怪的 八角就是看個人的喜好 因為八角有時候加的多 它很搶味 其實不要加多耶 加一顆 兩顆就夠了 對,不要放太多 不然八角味道很重 我最怕吃一種滷味 就是你一吃到 就有一個八角的味道 對 那不行 我們把它稍微翻一下 現在只是要把它燒開啊 現在還沒燒開 我們先把它開個大火 給它燒開 好,現在開了 我們就關小火吧 小文火 好,把蓋子蓋上 再給它燒 燒一個半小時 然後你大概每15分鐘 過來給它翻一下 這樣子讓所有的豆干 都能夠均勻的入味 就可以了 簡不簡單 很簡單 蓋上蓋子 好 一個半小時後 就可以來嘗嘗我們今天的成果囉 15分鐘了 我們來看一下 老婆來靠近一點 哎呀,好漂亮啊 大家看看有沒有油亮油亮的 有上一點人色了 對 我覺得這跟上海菜有點像 上海本幫菜常說農油刺醬 對不對 然後填烤的 大家看我們剛剛加的糖 油,醬油 就是基本上的調味 所以你看油亮油亮 然後味道也逐漸開始進去了 每半個小時來 主要是翻一下 另外也看一下煮乾了沒有 對 煮乾了它會焦掉 這下面還有水 就還要再燒 再燒一下 就是水啦 醬油 醬油 好 然後豆干裡面會吸出一些水分 對,這樣小小的 翻一下 小火 對,就可以了 如果呀 你喜歡吃顏色深一點的 跟外面的滷豆干一樣的話 其實可以加一點點老抽 老抽 老抽 老抽基本上就是調色用的 加一些些它顏色就很深了 對 那就加一點點 像那個上海啊 那個大陸那邊就吃很多老抽 台灣很難買得到老抽 所以要去哪買 如果要買的話 要去那個南北雜貨 南北雜貨 對 其他基本上找不到 我們去過很多那個大賣場 一個一個找 基本上都沒有 然後把它放在裡面 融一下就可以 好 蓋起來 待會再來看 這樣已經很漂亮了 有沒有 一會再看 又一個15分鐘 對,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哇 你看這個時候 顏色不一樣了吧 油亮油亮了 而且加了那個老抽以後 顏色變得更深 嗯 這個就 就跟外面賣得很香 很有賣香 好 不過下面你看喔 下面還是有 基本上收乾了 可是還有一些些 我們再把它味道燒得更入味一點 好 好,我們蓋起來 有聞到香味很香 對 下一次開鍋就可以來試吃一下 嗯 哈囉 現在大概40分鐘 因為我們聞到香味已經很濃了 因為我們的經驗總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大家看這顏色已經非常漂亮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面到底還剩下什麼 大家看得到嗎 剩油 只剩下油而已 汁已經都收乾了 汁基本上都已經收乾 然後黏在那個豆干上面 其實這個時候就差不多了 我們原本收到是要燉一個半小時小火 其實我們用溫火大概40分鐘就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啊 一定要多翻幾下 然後就準備 讓它放涼 這個就差不多囉 就完成了 嗯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試吃了 大家看這個很漂亮 這種豆干啊 熱的時候可以配飯 涼的時候可以下酒 冰的時候當零食 真的非常棒 在這裡還有一個小地方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剛剛討論的時候想到的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試做 我們不敢做很大的量 如果大家試做之後覺得味道還不錯 其實可以把量放大 一次做個四斤到六斤 因為同樣的時間同樣的火 那樣子可能比較符合經濟效益比較滑得來 嗯 我們今天就只做兩斤而已 大家就照著配方照著比例放大就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關火了 待會放涼之後我們就來試吃 忍不住了來試吃一下 看看熱的時候是什麼味道 好 聞起來香香了 聞起來香香了 其實已經很入味了 很入味了嗎 味道甜甜的 我覺得比較偏向零食 那有一點微微的八角跟乾草的甜 然後帶有一點點辣 主要味道還是偏甜 但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待會放涼之後 咱們再來試吃看味道會不會有變 熱的已經很好吃了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大成功 而且它熱熱的其實還泡泡的 對色香味俱全耶 這樣還不像豆干 吃起來因為比較蓬鬆 吃起來軟軟的 因為還有熱氣在裡面 放涼了應該就受乾了 再試一個 再試 你們把它試光 好吃好吃 蓋起來蓋起來 不然你還都沒有了 讚 現在放涼了我們來試吃一下 跟剛剛熱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去看一下 來看一下 很漂亮喔 好漂亮喔 這個顏色好像 很棒喔 對油亮 而且它好像收的比較小 熱脹冷縮 熱的時候很蓬鬆很軟 我們來吃吃看冷的時候 會不會像豆干一樣 好Q彩啊 跟外面的豆干一樣 冷了之後啊 那個皮變得更Q 而且味道變得更濃郁 好吃耶 真的太好吃了 再吃一個 看起來很多 其實兩三下大家 把它就吃光了 不過以後如果真的做的多的話 可以放在那個夾鏈袋裡面 冰在冷藏戶 如果你真的做的更多 把它放在夾鏈袋裡面 放在冷凍庫裡面 到時候解凍就可以吃了 我們朋友 妮娜給我們的時候 她就是冷凍的 非常好吃 這個大人小孩都是一樣 第一次試做 豆干 成功